大家看到这几个字呢 首先是不是想到一个组合的名称呢 飞轮 是吧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哥分享 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盒CO的新品兜 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直接拆箱 四盒的包装峰会 首先我得跟大家说一点 这四盒的包装呢 都是可以利用上的 可以把前面的峰会当成背景板 下面的盒子呢 可以当成地台 那么咱们现在就从92 然后开到939495 OK 92 不动冥王 剑兜 背面可以当做是一个地台 包装的峰会 背景板的例会 一条龙 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里面教你怎么穿戴兜的方法 红色的面颊 金牙的涂装 前例呢 同样是一个合金的材质 镀金色的涂装 钛刀的支架 这把钛刀是挺好看的 刀柄处有镂空的刻画 咱们现在把它打开 比较紧实 刀身整体是一个不锈钢的材质 上面刻画着烧刀纹 放头盔的支架 上面还有一个金色的螺丝 我刚才看了一眼 这款整体的配件都是金色的 所以螺丝做成了一个金色 我觉得这都是设计师的小心思 红色的兜看起来就有点像针田的兜 不过我把玩的感觉就是比针田的兜要宽大一些 咱们现在直接把钱力给它带上 这个钱力大家慢慢的查 安装完毕了 里面同样做了保护的措施 这个兜同样是可以给COO的人偶戴上的 SE093 这个兜看起来挺漂亮的 哇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太古达人的感觉 然后穿戴的说明书 大家拆箱的时候 这个支架拿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从下面往上拿就稍微的好一些 这个就是它的刀架 面前的下面是白色的绑线 加工用的绑绳 然后下面这个是有一个胡须的 这个胡须的颜色 大家觉得是多少岁呢 这里我就想起了我自己 觉得自己应该珍惜时间 注意身体的健康 也希望屏幕前的你身体健康 哇 这个钛刀 这把钛刀后面 哇 锯 刀饼的细节 同样也是做了镂空的结构 上面全都是绑绳 这是两边黑色的 然后中间是紫色的 刀鞘是一个大红色的 刀饼处呢 这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一个镂空的结构 这个下面这个镂空结构呢 有点像 有点像骨头棒的那种感觉 哈哈 跟大家开个玩笑 刀饼最下面呢 还有一个孔洞 刀坝处的刻画呢 我感觉是比较新颖的 这已经是很近距离给大家看的细节了 整体的钛刀呢 做了烧刀纹的处理 然后刀身同样也是不锈钢的材质 这个钱力呢 同样做了合金的材质 然后镀金的颜色 兜的支架 这款兜的下面绑线的颜色呢 是一个白色的 后面有一个绑花的工艺 兜的正上方呢 有一个八角花的样式 同样后面有四个铜制的毛钉 钱力戴上之后呢 还是比较帅气的 接下来咱们拆第三盒 第三盒是94号爱字兜 左边 这个爱字很nice啊 这个背景版的立会呢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有一种歌舞升平的感觉 真的是充满了爱的迹象 传戴说明书 这个其实这款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钱力是一个爱字 更是他这把钛刀 这把钛刀的颜色呢 我非常喜欢 白色 然后配这种紫色 紫色呢 也象征着这种浪漫 你想想武士这种打打杀杀的 然后还给你一种爱字 刀架一个 面颊整体是一个黑色的漆面 然后里面也有做旧的效果 下面是红色的绑绳 这些都是手工编织上去的 接下来看他的这把钛刀 这把钛刀的颜色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刀架的白色呢 是一种漆面的质感 两边是紫色的绑绳 中间是一个类似于浅橙黄色的感觉 刀柄处呢 也做了这种金黑色的涂装处理 刀柄处的镂空刻画 同样也是金色的质感 不锈高能刀身 加上烧刀纹的处理 这把钛刀的颜色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应该配一个帅气的人 我给它搭配上嘛 这款的潜力是一个爱字 整体是一个合间的材质 然后看到这个爱字呢 我就想起了我做视频的初衷 就是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就是这句话 我的左右名 头盔的支架 这个钉子的作用呢 就是把这个弹力绳固定在这上面 然后再把兜给它戴上 这个角度调整一下就行了 这款的兜呢 整体是一个黑色 然后加上红色的绑线处理 然后里面这个绑绳的颜色呢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有一种花生奶糖的这种感觉 这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是馋了 可能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你看到这种绑绳呢 可能会想起别的东西 轻轻的插一下就行了 然后它也不会掉下来 就可以了 爱字的兜比较不错 而且搭配这种刀鞘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呢咱们拆最后一盒 最后一盒呢就是095号 这个飞云日轮斗 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华语的组合 叫飞轮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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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兄弟们 我怎么看这个人物 有一种特别伤感的感觉 有没有兄弟知道 这个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力绘 还是出自于哪里 我是挺想知道的 穿戴说明书 大家如果不懂的可以截图看一眼 面颊的下方呢 是用了这种深蓝色的绑线 手工扎这儿成的 刀鞘整体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两边红色的绑线 这个刀挖处呢 同样做了这种镂空 加上细节的刻画 刀饼处的细节 补锈钢的刀身 然后有这种烧刀纹的处理 接下来看它的潜力 这就是它的潜力 上面这几个字呢 大家可以暂停的看一眼 木天大圣金刚 这个一看就是比较震慑的作用 头盔的支架 这个螺丝钉呢 我刚才看了一样 这个螺丝钉是可以拧下去的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拧出来 这个兜的颜色呢 比较多 多的后脑这个部分呢 同样做了这种绑花的工艺 红色的流粗 整体是一个三色的绑绳 这款兜整体感觉比较有意思 而且我之前在这个视频里面也说了 日本的兜呢 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然后彰显着每一个武将的个性 真正打起来确实也是目标比较大 咱实话实说 然后有一些大名啊 包括武将 也都是因为醒目的这个潜力啊 成为了被集火的目标啊 到这款呢 咱们四个全都给拆箱看了一下 然后包括它的细节 每一个地方也都给大家看了一遍 接下来呢 我会展示一下这四款兜的一个样式 然后也会把它放在人偶上 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第一款就是不动名王剑兜套装 这款原型出自于神员康正 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是德川家康四大天王之一的神员康正 神员康正是日本战国时代 于本多中盛 童年生 被人合称为德川双臂之猛将 都是铁锈第62间的金兜金箔鸭的高大剑士潜力 第二款是剑片大三日月都套装 这款原型出自于于喜多秀甲又称于喜田秀甲福田秀甲是日本战国时代 安土桃山时代的大名为风尘秀级统治时代的五大佬之一 其志迹也被人称为背前宰相 剑片大三日月 于喜多秀家的家文 第三款是爱字兜套装 这款原型出自于直江坚旭 直江坚旭战国后期的名将 与伊达家片仓景刚 并称为天下两大陪陈 在这里说一下 这款爱字兜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 最后一款是飞云日轮兜套装 这款原型出自于上山景盛 上山景盛 日本战国武将大名 上山市米泽藩首刃藩主 封臣五大佬之一 是上山亲信的外甥和养子 生父是常委正景 以上就是给大家展示的四款 COO新品的都套装 还有大家想知道的科普知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期视频呢 对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四款整体摆放的比例 跟大家说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关心这一块 整体的高度呢 为28厘米 长度在20厘米 一般的展示柜 都是可以放心装的下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视频的开头 我都跟大家说了 用COO的人物穿戴展示 然后呢 本来我是想用真田或者是德川家康 后来发现呢 本多中盛豪华版张嘴的头雕 那是真有气势啊 我是越看越喜欢 都不想戴这个面颊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 好 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五个分享 喜欢视频可以点个免费的关注 和免费的三连 也谢谢各位的分享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珍惜实践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